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3号的新主播点新闻,我是又荣 大马关税局否认,关税局总监拿督阿尼斯利扎纳 涉及干预逮捕及调查沙拉耶豪华汽车走私集团的指控 关税局副局长黎布安阿都拉透露 当局已经针对这项指控向警方报案 以维护阿尼斯利扎纳和关税局的声誉 他说明,在1967年关税法令第12条文下 确保关税局执法人员能够在不受任何义方干扰下执行指责 黎布安阿都拉否认,该局总监参与和扣押车辆有关的逮捕或调查 因为这件事属于沙关税局局长所领导的执法单位的管辖范围 并强调,总监也没有干预执法活动或扣押车辆 黎布安阿都拉是针对社交媒体流传 有关阿尼斯利扎纳为一个集团提供特殊待遇的指控而做出反驳 有关集团是上个月被沙关税局扣押10辆各种品牌的豪华汽车 估计市价超过812万令吉 焦点转向沙拉越 沙总理纳都巴定义阿班佐哈里表示 沙政府将拨款11亿令吉进行更换全沙的水管计划 并落实智能水管作为监管和侦查用途 他今天出席2024年 波罗州国际水盐及废水展览及大会开幕里时说 该计划按照5年来完成 到了2030年沙拉越将拥有新的智能水管系统 阿班佐哈里说 该设备可以监测水管的位置 如果发生情况可以知道正确的位置 系统会在监视屏幕上显示警告信号 该系统也将和数字系统连接 以保存数据 换个焦点 日前沙拉越划床训练期间 发生沉床意外事故 导致5名赛床选手死亡的事件后 沙交通部建议 在河流和海上活动时 强制创伤救生衣 沙交通部副部长拿多亨利吉纳表示 该部建议 进行任何和水上运动有关的活动时 需要强制创伤救生衣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意外发生 他强调 在河流或大海中 使用救生衣对于避免任何不幸事件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即使是游泳好手 安全措施的议防也相当重要 缺好焦点 失误一名21岁的空姐 上网预定婚礼规划及布置配套 不料遗上老千被骗走2599令吉 女士主将在11月举办结婚典礼 她在今年7月通过脸书看到一则 婚礼规划服务的广告 便致电联络负责人 双方经过讨论后达成协议 女士主分别在7月和9月 转账1500令吉和1099令吉给负责人 因为距离婚礼只剩下一个月 她在10月联络负责人 要求会面洽谈详情 但对方以种种理由拒绝见面 女士主因为没能和对方会面 而感到不安 要求对方退款但被拒绝 她怀疑遇上老千而向警方报案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您平安健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